三人被困在十米高的缆车上 下面是饥饿的群狼 要么冻死 要么就被狼咬 我们看他们如何自救 这三个人堪称反面教材的典范 结局是相当的惨烈 意想不到 具体就听伯乐说说吧 又到了滑雪季节 大雄带着女友小静 以及好朋友小夫去滑雪 他们需要坐缆车上去 大雄看到收缆车票的胖乎 有点傻乎乎的 大雄决定让小静来招美人计 最起码门票打个八折 等走时 大雄还把他衣服的拉链 往下拉了拉 小静走到胖虎面前 先问胖虎要了根烟 胖虎没有拒绝 看来有希望 小静表示 我和我的两个正妹朋友 放贷了信用卡 能否通融一下 让我们过去 我这有50美元 全都给你 而且呢 我把姐妹们介绍给你 胖虎开始表示 怕被领导知道 被开除 但既能收回钱 又能撩妹 最后呢 胖虎收下了100美元 就答应了 三人上缆车 胖虎差点气死 小静的身边是两个壮汉 哪来的妹子 三人就这样上了缆车 坐缆车的人真不少 大雄说 买缆车票 买全家票的人 都是些蠢蛋 正聊着 忽然 缆车不动了 难道缆车出了故障 三分钟后 缆车开始运作 三人到了山上 开始疯狂作乐 小福和一妹子打赏 差点被妹子男友揍一顿 几个人下了山 玩得意犹未尽 小福提 今晚再去划一圈 大家表示同意 天色一晚 他们到了缆车点 已经到了划曲场关闭的时间 胖虎在准备下班 三人又要免费坐缆车 让胖虎拒绝 因为要下班了 再说你们又不给门票钱 大雄呢 威胁胖虎 不让我们做 我们就去举报你 收黑钱 让你饭碗不保 胖虎一听 也害怕 就答应了 让他们快去快回 三个人上了缆车 表示这一百元 花得太值了 而他们绝想不到 这次战小平野 将断送他们的一生 缆车走出去几分钟 他们发现 下面有三个小伙在滑雪 他们跳过小雪堆 滑得还挺溜 胖虎那边呢 同事来找他 原来领导有骑士要捡胖虎 胖虎走得很急 他告诉同事 还有三个人没下山 等他们下来就OK 胖虎刚走了不久 此时 滑雪的三个小伙 滑到了山下 他们走了 胖虎的同事一看 妥了 都走了 下班 于是就关闭了缆车 而大雄他们呢 还在缆车上 忽然 缆车就停了 这什么破缆车 白天坐时就停了一下 小福大喊 快看缆车 上面都快冻死了 三人被困在缆车上 此时 他们才注意到 前后的缆车里都没人 滑雪场也一片寂静 已经没人在滑了 这时 小福提出一个好问题 你们觉得哪种死法最惨 大雄表示 我觉得 被大白鲨吃了最惨 会被咬得连渣都不剩 这时 整个滑雪场都暗了下来 他们这才意识到危险 不会吧 开什么玩笑 这是下班了吗 我们还在上面 是不是胖虎那小子在整我们 三人开始大喊 但根本没有回音 难道是电力故障 他们又等了一个小时 仍然如此 小福提议 等到天亮会有人 但小静忽然想到 今天是周日 滑雪场今晚会封闭 要等到下周五才开放 天哪 我们要在这里待四天 那岂不是死定了 说完 小静哭了起来 三人都没了办法 过了一会儿 小静表示自己想尿尿 小福说 你可以把保险杠抬起来 然后蹲下尿 但小静呢 觉得这样太丢人 还是憋着吧 而小福表示 撒泡尿有什么害羞的 看我的 他坐着就叙叙了 此时 天空开始下暴风雪 风夹着雪花 像小刀一样 搁在人的脸上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 下面有动静 竟然是一辆铲雪车 三人立刻开始招手大叫 但司机呢 根本没有听到 毕竟啊 发动机和暴风雪噪音很大 这时 车停住了 司机在接电话 原来 总部让他回去报道 看到铲雪车要走 三人击眼了 开始往下扔东西 眼镜 滑雪板 都扔在车前面 其实啊 正常的情况下 司机是能看到的 可他们扔的司机呢 太糟糕 司机看前面时 他们不扔 司机到车看后面时 他们扔个不停 这就不能怪司机咯 就这样 唯一遇到的大活人 就这么开车走了 这下整的 三个人更加绝望 小金的脸已经开始冻伤 从十米高跳下去 会怎样 大熊要跳了 和女友做了最后的告别 先把滑雪板扔下去 滑雪板插进了雪里 大熊直接跳下 这镜头看着都疼 只听咔嚓一声 大熊起身一看 天呐 他的腿已经扭曲 双腿全断 大熊疼得大叫 小金和小夫也懵圈了 这可怎么办 必须绑住腿止水才行 要么动脉搭出去 会流血而死 小金表示 用自己的围巾绑住腿 但在扔围巾时 却扔到了树上 小夫呢 也把围巾扔了下去 但还是有一点距离 大熊为了够到围巾 骨头嘎嘎作响 骨折更加厉害 大熊忍着剧痛 拿到了围巾 绑在大腿上 小金和大熊是真爱啊 小金要把自己的外套脱掉 扔下来给大熊 被大熊堵止 不要扔 那样你会被冻死 可小金却说 没事的 我俩在上面可以抱住取暖 大熊听了脑瓜子嗡嗡响响 要被绿骂 此时 小夫想的好办法 他要顺着钢磁绳 爬到不远处的立柱那里 然后爬下去救他 忽然 远处传来狼叫声 大熊吓坏了 不会吧 滑雪场也会有狼 大熊很崩溃 开始大叫 果不其然 一匹狼出现在大熊面前 小金扔下去滑雪板 把狼吓跑 刻不容缓 小夫站在椅子上 抓住上面的钢丝绳 开始往过爬 小夫双脚悬空 看着就危险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爬吗 爬了没几下 小夫感觉到 钢丝继扎穿了手套 忽然 小夫看到了什么 又往回爬 他又回到了座位上 原来 他看到 来了一群狼 他们围住了大熊 大熊呢 手无寸铁 腿也不能动 大熊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落地成河 他大吼着 让小金不要往下看 而自己呢 也用帽子遮住了眼睛 群狼开始攻击四咬大熊 可叹啊 大熊之前说 被咬死是最惨的 却成了自己的死法 仅仅过了十分钟 已经没有了呼救声 两人慢慢冷静了下来 大熊呢 已经成了狼的食物 小福的手被钢丝扎伤 小金问小福 你为什么让他跳 小福听了很生气 我一直在阻止他 你没听到吗 你是他的女朋友 你都劝不住 你希望跳下去的是我是吧 小金一看 小福生气了 赶紧过去认错 毕竟想活命 还得靠难的 两人抱成一团 就这样过了一夜 天亮后 小金先醒来 发现自己的手 竟然抓住保险杠 被冻住了 好家伙 手摸着铁 冻了一晚上 能活着都算奇迹 小金努力的 把手拽了下来 疼不疼 大家可想而知 天气转情 两人开始等 希望有人上山 发现他们 此时 小金憋尿超过了 十个多小时 他再也扛不住了 索性就这么尿吧 这样的窘迫 男友还挂了 小金伤心的哭了起来 中午 天气好转 两人开始聊天 不能再等到天黑 小富决定 必须要行动 徒手抓住钢丝 要走二十多米 一旦手滑掉下去 就会像同伴一样 摔断骨头 被狼群吃掉 小富知道 这次没有退路可言 他拼尽全身的力气 一点点向前 整个身体悬着 好几次差点掉下去 他终于爬到 另一个座位上 然而 这次还爬了一半 要再爬这么远 才能到柱子那 小富的双手都被扎破了 此时 下面的狼群又开始蠢蠢欲动 小富让小静把花絮杆扔过来 一会儿下去 当武器格斗 但小静还是扔得太近了 此时 又开始下雪 小富休息了一会儿 继续往过爬 这次爬得稍微熟练了一点 下面的狼群 一直抬头看着 就等猎物掉下来 小富用尽吃奶的力气 终于爬到了杆子上 然而 他绝想不到 等待他的是什么 小富顺着梯子爬了下去 狼群立刻发起了进攻 一只黑狼 把小富扑倒在地 难道小富是怎么挂了 小富拼命反抗 拿起花絮杆 把黑狼打退 小富捡取花絮板 和小静做了告别 小富坐着花絮板 向山下滑雀 而狼群呢 看到猎物要跑 向小富展开了追击 小静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而男友大雄 早已被大雪埋没 两小时 三小时 四五个小时 天又黑了 小静又在缆汁上扛了一夜 救援仍然没来 天亮了 小静决定不能再等了 他爬不了钢丝 也只能试着跳下去 正巧 椅子的螺丝松了 椅子瞬间掉下 还好有一根钢丝拉着 小静和椅子悬空 这个距离呢 就没问题了 小静顺势跳了下去 而椅子也掉了下去 正好栽在小静的腿上 顾不了那么多 小静开始往山下爬行 腿部慢慢有了知觉 小静走走爬爬 然而在转弯处 发现地上有雪迹 小静顺着雪迹看去 天哪 简直就是人间悲剧 怪不得小富没有回来 他已经被狼群咬得七零八落 此时 一只狼盯着小静 狼群应该是吃饱了 没有追杀小静 小静啊 跌跌撞撞 赶紧往山下跑 小静爬在路边 被好心的司机发现 送他去医院 然而 大雄和小夫 却永久留在了山上 本篇玩 本篇叫冰封36小时 本期问题 大家说 以他们三个身上的装备 怎样才能安全地 从懒枝上下来呢 发挥我们求生的想象力 答案发到评论区哦 滑雪场见有狼 这个设定有点狠 伯乐查了一下 美国的滑雪场普遍很大 也十分的荒凉 有狼出没 确实有这个可能 因为网上还有木鸡的视频 另外伯乐不解 外国人滑雪就不带手机吗 带个电话手表也行啊 手机在关键时刻 是保命力气 又能求救 又能定位 所以要爱惜我们的手机哦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给伯乐来个强烈点赞 喜欢伯乐视频的 点关注订阅 点赞评论收藏转发哦 尤其是铁粉 点点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